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喂 好吧 我一會兒回來幫忙 拜拜 怎樣啊 最近店舖很忙嗎 是呀 最近樓面遲了職 然後一到飯市就很忙 我自己也去幫忙 所以最近都要想 是不是要請一個外顧 但我明天去職界所問一下才行 你找職界所 都有些東西要留意 一定要找一些已經有牌照的職界所 因為根據職業介紹所 所業務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 合規格的職界所 必須先領牌後經營 哦 明白 其實去到職界所 還有甚麼要注意 為了保障業界和服務使用者的權益 提供專業服務 新法就增加了就業服務指導員的制度 為服務的使用者提供專業和到位的服務 而新法就會在今年3月15日就會正式生效 根據職業介紹所業務法第33條第一款 以及第2款第36條第一款規定 每間職界所營業場所裡 都一定要有至少一個指導員住場 住場就業服務指導員 只可以由澳門居民擔任 而且必須以持有有效準照 即是必須由經考證獲資格的辭證指導員 才能夠為大家提供勞動法律資訊 進行職業配對 核實配對 以及服務紀錄表的服務 哦 那新法真的多了一層保障 是的 新法還清晰規定了職業介紹的業務 根據職業介紹所業務法第3條 以及第33條第二款規定 職業介紹所的業務包括 幫人找工以及為僱主找員工 當中會向僱主或求職者提供勞動市場資訊 記錄雙方對工作上的需求 例如職業意向、職位資格等等 又或者進行配對 而這些服務都是要由有 就業服務指導員准照的人員負責 哦 明白了 麻煩你有Winley 有你指定 我明天去到職業介紹 就不怕什麼都不知道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